大家午安 是不是先请我们健保署署长 来 署长请 林委员好 署长 依据健保署的资料 你们的业务 所有的健保署的 所有的经费跟预算 都是充足的吗 补助的 到目前为止还算充足 完全都不缺钱吗 健保署的其他 对其他 医疗的补助的费用 都是充足的 不余的 而且是没问题的吗 106年估算就会有短处 短处多少 99亿 今年有没有短处 今年明年都不会有短处 当年度 以前有没有短处 以前 96年 97年 是有短处 你们短处都怎么处理 短处就跟银行借 贷款 还完了没 已经全部还清楚 106年以后的短处 要从哪里找钱 那个部分因为有安全准备金 所以大概还可以延续到109年 好 那我问你 你等我一下 我拿看一下资料 好 就是说这个 以前台大工卫学院院长江东亮他有指出 以过去2009到2000年到209年 2009年的这些健保补助来看 每100元的医疗费用开销 健保负担额大概是从68 过去的68.3降低到66.4 可能在你们以前短处的时候 其实也是调降了这个健保给付 对嘛 第一个 第二个 另外有一篇关于癌症的这个病人的家庭调查 他说因为健保给付不足 近六成的民众怕离癌 他说每年癌症家庭的这个每年花费 大概平均起来是47.8万的治疗费用 负担相当的沉重 所以有人就放弃了治疗 然后呢 也不是说癌症医疗支出短处 不是 他还是有增加 但是病人的离病数还更大幅成长 所以癌有的分配到健保的资源不足 这个好像也是今年的报导嘛 这个是不是两篇都是 你有这样的一个掌握吗 我们有看过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报导 大概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嘛 所以我简单的可以讲 你请回 请部长 部长 我刚刚铺陈的逻辑请你听清楚 事实上健保署对于医疗的补助 刚刚举的是平均的医疗费用开箱 健保的负担额是下降的 第一个 第二个 以癌症为例 癌有 因为分配到的健保资源不足 很多人因为健保给付不够 所以 要自己自费很多钱 他放弃医疗 好 你听清楚这个逻辑 我今天要来谈谈说 我根据你们 烟品健康福利捐分配运用及成效与检讨 你的书面报告 你的书面报告谈说 为什么我们要来对于这个烟菌的这些分配运用 要做重新的检讨 原有1 这是你的白纸黑字的资料提供 原有1 因为累积到今年4月底为止 提存后安全准备余额为1388.56亿元 推估到104年年底安全准备额 就今年年底可以达到2292亿元 约5点 这个 12个月保险给付支出 5.12个月 比法定的1到3个月还要高很多 到明年更会高达2449亿元的准备余额 将超过法律所定定的1到3个月 为原则的上限甚多 重点在后面这一句 因为准备余额比法定还要高很多 大概会高达6个月 恐怕会引发调降保险费率 及提高健保支出的争议 这个就是你们今天为什么要把烟捐从70%调降为50%的原有1 这是你的报告嘛 第二个 修正原有2 第二点 今年的5月15日 杜子军 这个政委 还有当时的这个政委 严鸿森 他们出来主持会议 院会协商 有一个结论 结论第三点是说 卫福部102到106年度健保财务状况 及政府应负担36%的法定下限差额 从这个资料估计 104年健保安全准备总额 预计将超过健保法第78点 要订定的以一个月到三个月为原则的上限甚多 恐怕引发调降保险费率及提高健保支出的争议 也讲说 为什么要调降这个烟捐 从70降为50 因为健保费超收 然后超收到多大比法定准备金还要多一倍 所以民众会引发你要调降保险费率 或者是提高健保支出的争议 所以他且考量到政府考量到 如果引发这种争议 健保费率易降难升 如果民众说要求要调降 那调降下来难以升上去 所以你们要求为了兼顾这个问题和国家财政 每年烟捐分配70% 依注于健保安全准备的地方 要给它调降下来 这个是原有1和2 三案4不用讲 三案4在讲到说 那调降下来钱要花到哪里去 1跟2充分的说明 健保超收 但超收出来钱 不准拿去提高医疗支出健保支出 也不准让人民有落人民的口实 说要求调降费率 所以你们今天才要来调降 厌倦 益助 健保 安全准备金 那我刚刚 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故事在讲什么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对于提高健保支出的争议 是高度的需要的 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种疾病 这么多弱势者在生病的时候 是政府的健保 没有办法给他钱的 给不足的让他放弃治疗的 我 刚刚的提案 刚刚那个Parkinson的 那个就是说他装一个 这个叫DBS还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 DBS 他光是换一个电池就42万 5年要换一次 穷人就不用做了 还有 我有一个助理他的婆婆 他们黄斑步病变 黄斑步病变的眼睛 到最后是要看不下 他说你要自费 除非你的势力下降到0.5以下 所以呢 是怎么都抵抑不好 你如果要自费你如果有钱 你如果没有钱你就等着眼睛 看不下才可以来医 要看不下才要来医 也好 所以 医师也在问啊 为什么医师的诊疗费用 你给我打折再打折 病人也在问啊 为什么你给我的健保补助 是这样如此的苛刻到 眼睛要吃米了才可以医 各种领域都有人在问 政府回答他们 就没钱了 今天我跟大家说 怎么会没有钱 有钱 有钱到安全准备余额 剩余下来钱是法定的最高上限的两倍 是最低下限的六倍 然后呢 你们的做法是说 来来来 把安全 安全准备金 要叫公务 把乾坤大挪移挪走 挪走 对啊 可是癌症预防也很重要 挪走又没有关系 把公务预算本来要放进去的 然后挪去给公务预算 不放不足的地方用 我们就要讲 今天这是烟捐哦 请问抽烟的人 为什么要帮大肠癌防治 去做 把这个钱拿去给大肠癌防治 他应该是给肺癌防治 这个有道理的 给众烟炒的人产业冲击 这也是道理的 你说补助医疗资源缺乏地区 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 大肠癌防治 应该是政府公务预算 要来编列的 为什么是 我们账婚的人 这么大的原罪 除了抽水和抽冠 烟捐 抽得很多 抽到你 抽屎底每天都去派电视广告 为什么要叫我们这种烟捐的人负担呢 抽屎底去年在选现场的时候 为什么要叫抽烟的人 帮他买单他的广告呢 为什么现在要选区域立委的人 他选立委了 抽屎底来帮他们做广告免费 上无线电视台 有线电视台 这广告呢 为什么抽烟的人 我们的罪该万事 欠专台湾人 有什么 政府的癌症防治预算 你不便叫我们抽烟的人来付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天我在讲说 有些是国家责任 有些是烟捐要指定用途用在哪里 要适当适当 然后 然后 国家健保署的经费补助不足 这些人没在看密码准备要死 你说 我们为了落人口时 绝对不能调降保费 绝对不能提高医疗支出 健保补助 所以你才要来调降这个烟捐的分配 检讨 我都是根据你们提供的资料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逻辑 这样子有道理吗 部长有道理吗 你讲讲看 首先要跟委员说明 烟捐放到健保是只能放到安全准备 它并没有办法放在它的支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每年的我们的这个医疗支出 大概都从都是4到5%的成长 这个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精算也根据 这一个方向来做的 那第三点就是 烟捐的使用范围 这个是烟害防治法第四条 按照它的规范来做的 所以它可以用在癌症防治啊 这些等等这些地方 我告诉你 部长 这整个调配就是你一个人 一手在决定的 你当然是这样子说 烟圈明明就被你 调降下来 不管是补助经济困难者的保险费用那一% 还是健保安全准备那20% 加起来21% 而调降下来的21% 拿去哪里用 我们想说你要拿去长照 我们也算对国家总是有好处 全部都拿去国建署居多啊 国建署啊 有载条例的政府预算应该编列到足 我再调烟圈 客到连那个反烟团体都觉得有问题了 做事情做到连那个董事基金会 都认为你们在胡搞乱搞啦 我今天喔 刚刚那个曾居威委员有讲过 烟圈的目的到底是要推动你们国建署的国家健康预防 这个是正确的吗 烟圈是为了把你的社会福利不足的公务预算的缺口 给帮你们补上的吗 烟圈是要来推动社会福利的吗 吸烟是要有助于健康和国家社会福利的吗 烟圈只有一个目的 降低吸烟人口让他不再抽 可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烟圈就变成卫福部的小金库 成为国建署的专属金库 而且只要缺钱就想调高烟圈 就想要找那个只有借不掉烟饮的吸烟者向他们挖钱 借不掉烟饮的 而且有钱的吸烟者借不掉烟饮也没关系 他还可以自我调侃一番说我贡献国家这个国家国库 没有钱的你知道穷人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吗 他再继续去找一个便宜的烟 水货的烟抽假烟啊 因为你这样做他又借不到烟饮 现在多少穷人抽烟都抽假烟 所以健康更不平等 所以国建署有什么资格谈健康不平等的问题 他连他现在做法你们现在做法就在促进健康更不平等 时间的关系啦 要不要再说我刚刚起头而已都还没说到 所有准备咨询刚起头而已都说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以后可以改那个 以后改成立委咨询一个人至少要三十分钟 大家从早上八年开到下午五点 好 谢谢 好 结尾委员 麻烦留一分钟